HELLO, 大家好, 日午長時間 今晚在剪片 剪什麼片呢? 今天Sony香港宣布推出兩支新鏡頭 其實這支鏡頭在網上都說了 不如今天在巡邏香港搞新聞發佈活動 我拍過一些片, 現在剪片 由於要詳細講一支鏡頭 現場我沒有講到, 現在補給大家 畫面看到這兩支 這兩支鏡頭分別是一支是600mm F4 GM鏡頭 相當厲害, 應該是聲稱全球目前最輕的600mm F4 另一支是200-600mm 5.6-6.3G鏡頭 這支鏡頭是同類的 3rd party 出了 例如黎色馬 都出了這類軟攝鏡 到600mm或到500mm鏡頭 Sony 如果是出給它的 F-E mount 的話 就是第一次了 先看看這支鏡頭 現在看到這支是200-600mm 這支是5.6.3G 就今天我試過了 那支鏡頭是相當不錯的 怎麼說呢 這個級數其實是一支 業餘級的鏡頭 給一些喜歡玩軟攝的朋友 例如你拍sport 拍雀仔 這支鏡頭是對的 就定價是建議零售價是15,490元 那怎麼說呢 如果你跟一些3rd party 鏡頭比較 它的價錢是高了一點的 但是它是有它的優點的 對焦相當快 還有它是用了一個很特別的 不是內對焦這麼簡單 它連變焦都是這個 internal 即是說這支鏡頭 鏡頭就完全不會伸長 這支是不錯的 轉給我看看 另外一支鏡頭 今天也是同時公佈的 這支是600mm F4 這支鏡頭很厲害 價錢是 定價是14,990元 受住生產 即是要訂才有的鏡頭 在大半年之前 Sony已經出了那支 400mm 2.8 那支應該是一支相當輕的400mm鏡頭 這支是一支相當輕的600mm鏡頭 兩支鏡頭同一個系列 這支是小一級光圈彈 就知道它是600mm 這支鏡頭真的相當厲害 那... 今天我在現場也摸過 這支鏡頭真的相當輕 以600mm 4來計算 相當輕的一支鏡頭 那對焦也相當快 那... 假如如果是喜歡遠攝的朋友的話 你又給得起10萬元的話 這支鏡頭應該是一支 相當正的鏡頭 OK 那我們看看我今天現場試成怎樣 那不好意思 由於收音的問題 希望各位朋友可以看內容 給Dr.包含 OK 那去片 加一個名寺 名寺 名寺 交涉 交涉在現場 哇... 哇... 單手搞定了 有直到就行 沒有直到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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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試試看多少秒 哇... 真的可以 哇... 真的... 所以很輕 哈哈... 哈囉... 各位... 這支是SONYT最新的 600四光圈 坦白說 這支上來的話 簡直是不相信 輕到曬草 真的... 不相信 這支應該是當今世上 最輕的600四光圈 單手搞定 我沒有搭配 不是... 我沒有搭配 他可以搭配 這支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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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殺光 對... 鏡頭的重心 在這支配合 就不是在前面 所以這支配合 其實是很輕 可以吃 我不覺得他不懂 不过是没有这样的茶 假如你试过它420.8mm 你就会感觉到它的操控是相同的 真是完美 假如这支镜子 即64支 变成A9 坦白说 当然我们会等待A9 II 另外我手上这支是今天的另一个主角 200-600 5.6-6.3 坦白说在飞林年代 6.3是很难用的东西 在数码时代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为什么我可以用高点Iso 这支镜头的好处是 不单是内对焦 而是内对焦 即是正常的时间 这支镜头可能会比较长一点 但是它在镜头的时候 它不会凸出来 好处是其他镜头 会长很多 即是很难操控 这支镜头的好处是 正常用的时候 无论镜头在哪里 它不会伸长 这是很大的优点 而且它对焦都相当快 才有人看过 没有办法 真的 对于很多人来计 可能因为这支镜头要传媒 特别这支镜头 现在是200-600mm 如果你放在APS-C 的话 乘1.5mm 即是说 它拍外来很小 即是说 这支镜头是600mm 乘2.5mm 就相当好 假如再加上2X 的话 简直是 拍什么都可以 对吧 对 对 Sony 这次出了这两支 600mm 镜头 我的感觉 它在野生 和体育市面上 是优势强很多 确实的话 如果是严余人士的话 这支200-600mm 吸引力相当大 专业的话 600mm 坦白说是没有走 所以 发展到今天 Sony 无反相机的话 有了这两支600mm 镜头的话 它是强了很多 即是完全小 不同了 所以到现在的话 总共是 G-Master 镜头有10支 整体 如果这个F-E-Mind 镜头有33支的话 就真的 我震动相当顶盛 这里是维多利亚公园 Sony 安排了 这支鸡帽 在这里 飞给大家去拍 那些摄影行家 现在正在试镜 我都在排队 那就是 对了 让大家试试 究竟 这支新的600-400mm 和200-600mm 究竟是 对焦对成什么 其实挺有趣的 最好 我就飞高一点 我又飞高一点 对了 哈哈哈哈 他飞不飞呢 这支 这支飞啊 对了 我又排队 他又排队 我排队等相机 他排队等飞 哈哈哈哈 我认识 你借说话呀 hell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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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基本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瓶是最轻的6004 但问题是如果没单脚 如果拿着拍摄就会更难 所以不要打算很轻 就可以托着玩 如果打算拍摄赛车 拍摄体育,拍摄小鸟也好 记住拿一支单脚,否则真的很糟糕 其实对一般玩家来计算 这支200-600mm可能会适合一些 因为拿上手,你单手拿着就可以 即是说,以同类镜,它不算零射轻 不算零射短 但由于它不单止内对焦 它变焦都是internal 即是说,它变焦的时候 这支镜头不会伸长 这是一个很好的设计 这支镜头其实是 如果配合这个APS-C更好 坦白说,去到有900mm的视角 很够玩 这次是SONY第一次出这一类镜头 即是说,它虽然没有3rd party 供应这一款给它 但它现在自己出,相当好 OK? SONY那两支新镜都玩过一下 那这个感觉是 如果你是拍照的话 你给它起10万的 那支600,400mm 就可能给你一杯茶 那假如你不认为 你愿意拿10万元去买这支镜头 你只给一万多元 那200到600那支 就可能适合你使用了 那两支试过 一分钱,一分货 那对我们来说,就OK 便宜那支 OK,拜拜 那今天真的试到新水新汗 那 出来拍这些片都挺辛苦的 夏天 那如果这段片刚刚看的话 记得给个like 那顺便分享给你喜欢摄影的朋友 那也是那句 假如你是真的喜欢摄影的 越来越人 那麻烦订阅我的频道 那在香港做一个 越来越的摄影频道 就真的相当困难的 因为市场真的太小了 那假如你喜欢摄影的话 都不订阅我们的话 那我们就会失望了 OK 那记得订阅 随便按一下 中枝符号 那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收到新片的时候 就会第一时间通知你 那分享到这里 拜拜 真的很累 OK,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